花莉县议会教育小组7号上午是进行了花莲新创基地 以及各全中运各运动场馆实际了解目前的施工进度以及招标情况 以立在明年3月前能够完成应该改进的以及新增设施的工程 一早花莉县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吴建志、傅昭、魏嘉燕、议员李秋旺、蔡宜静 来到花莲新创基地听取清阀中心执行长明良真说明报告 那其实这个地方创生这边以主要就是会有进驻的营运团队 然后在这边有交流、课程、互动跟赔利 这边就没有进驻的团队 就是创业团队没有 但是是可以有地方创生的很多的赔利的单位设断 可以在这边,就是在这边 对于申请国发会400万元预算 将重新修缮新创基地旁的海石梦想馆 教育小组成员表示 辅导青年创业及相关的协助资格上应该放宽 让青年能够获得幸福的协助 而不是青年得了名次之后才进行辅导 那我们希望是做一个服务的单位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个开一个窗口 让年轻人能够进来 等到你得奖的这进来,其实意义不大 很多我们很多的政策都不对 等到成名之后,我们政府都辅导 等等的,这是要注意的部分 他都已经成名了,也不需要你辅导 是不是能够多把一些资源 然后义注,不要说都是给特定有得到 那个名次跟那个奖项的人去做使用 是不是可以开放给一些委外的单位 去来做合作 或者是说提供更好的意见给这些人 因为华联先政府做一个青年清创中心 是一个很好的意见,但是我希望说能够更广为人知 然后把这个知名度给打开 不只花莲,甚至可以做到全东部的一个青创中心 预计规划9间的青年办公室 那我是建议这9间的办公室 他有提到说可以24小时的提供给我们青年使用 那我希望在清发中心的 也可以跟我们的圆明处做横向的连结 因为我们圆明青年也有很多创业或者是有获奖的 然后圆明会其实也有一些的经费上面的那个补助 但是我们在空间上面 我希望说青年发展中心的这个基地 可以让更多的族群 还有我们青年可以在那边共创讨论 花莲新创基地总面积278平 县府青年发展中心执行长明亮珍说 青发中心以进驻基地提供同一窗口 青年人有创业贷款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此获得解答 此外新创基地批出9个办公空间 提供45岁以下个人新成立公司租用 不限产业类别 而每个空间约5到8平 有1居以上的网络 空调 独立电表等等 希望能够打造花莲青年创业的辅导基地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 沙子采访报导